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身之后我们进入到船上六分钟 我的iPad还没修复好 OK 4 3 2 GO 28的讲评 慢慢地跟上音乐 现在音乐其实比较慢啊 所以慢慢地保持住自己的脚下 大家保持划船让我加入一下 太棒了 我终于又进来了 来 保持好自己的呼吸 如果有新手的话 但是我看到大家的ID都比较熟悉啊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新手 我现在只能看到我自己 但是我有看到有新新来的小伙伴 OK 不管了 新新来的小伙伴 赶紧进入到我们28的讲评 热身啊 一首歌 要调整好自己的呼吸 在划船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拉奖的时候吐气 如果是新手 或者是刚划船不久的话 需要记住 拉奖吐气就可以 把你的核心收住 肩膀完全地下沉 同时让我们的臀部 坐满我们的座椅 非常好 慢慢地保持好自己的节奏 然后趁着这个时间 讲解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解的内容 前面第一期啊 回顾一下 第一期我们讲了心肺训练的好处 因为我们这个是心肺的爆发期嘛 所以我们最主打的也是心肺 第一期讲了心肺的好处 相信大家如果不记得 可以回看一下 如果没有上过的话 可以回看一下 如果感兴趣可以回看一下 第二期我们讲了怎么样 用心肺去判断自己的强度 那这个表的话 已经发群力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自取 那第三段的话就是 我们讲解了 如果你没有心肺表 像我一样怎么办 就是用RPE 去看自己的强度 OK 其实非常非常地简单 就是你觉得很轻松 然后说话都不累的话 那肯定是中低长度 如果你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疲累 然后说话有一点点的喘 基本上是中高长度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已经呼吸困难 基本上是高长度 差不多要到极限了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氧气稀薄 基本上那是极限了OK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 好 昨天晚上我们讲了 我们讲了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心肺耐力 这一段对于新手来说非常非常地重要 其实我们整个课程的设计也是在提高大家的一个心肺耐力 A28讲评结束之后 我们会进入到32 28 32 加快自己的脚下 我们会有3分钟32 直接滑到底 差不多是一首歌的时间 我需要你们的配速能够慢慢地增加 相信大家现在的里程 很多人都突破了500 是吧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把你们的配速拉到2分 30 Nice 非常的好 感觉到音乐在加快吗 来 2分30的配速 2分30 抱着好自己的脚下 同时调着好自己的呼吸 尽可能让你的膝盖朝着脚尖的方向 Nice 如果可以的话 把配速提高一点点 如果有心机来的小伙伴趁着现在来热身 抱着好自己的脚下 肩膀下伸 维持住 双手放松一点 OK 32 不要掉队啊 每个小伙伴看到自己的里程 现在至少有600到700了 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 我们还有很长一分半左右 保持住自己的脚下 不要乱掉 32 跟上我的节奏啊 如果没有办法跟上我的节奏的话 跟上音乐 或是看一下自己的奖品 是否在32 那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话就是 力量训练和心肺训练的区别 那我们心肺训练的定义的话是 多关节大肌肉群有节育的运动啊 所以把佩斯拉高 不是什么训练都是心肺啊 不是什么训练都是有氧训练啊 再不过自大有氧器械 像黄埃基 统原基 单车 基本上你持续中等强度 中等强度或中等强度以上 持续10到15分钟 这样才算有氧训练 OK 像我们现在就是完全的有氧训练 维持住 群怎么加入 群的话就是课线结束之后 有一个扫码加群 记得扫码加群 现在保持好划船的状态 我们马上会下到28 28奖品是给大家的一个缓冲期 OK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赶紧可以随时问我 但是现在在划船啊 所以专注在自己的划船28奖品 刚刚讲了有氧训练 然后现在讲一下力量训练 那力量训练的话 它是针对某个肌肉 它的一个动作的发展 包括你的一个肌肉耐力 肌肉的维度的一个变化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像有氧训练的话 你可以用心力 或者是用RPE来定义 但是力量训练不是这样的 力量训练的定义是RM 就比如说今天你上力量 百分之八十ERM ERM就是你一次能够举的力量 一次能够蹲的力量 OK 如果一次深蹲最大的力量 就我深蹲最大的力量 为100公斤的话 让我百分之八十 就相当于八十公斤做足 这个就算是力量训练的一个代表 所以力量训练不能用心力来定义 OK 32 加快 两分钟的时间 保持住 所以力量训练的话 它会有一个组数 间歇 包括你的重量 的一个变化组成 OK 它不像有氧 那有氧的话 其实对于减脂来说非常非常地好 所以力量和减脂不能混为一谈 不能说你 有氧好你的力量就好 或你的力量好有氧就好 它们两个之间是有一些矛盾的 OK 保持住 没画面 我们的乘风波浪 还有小伙伴没画面吗 来 让我们导播给我看一下有画面吗 这个好重要 来 32 OK 我们导播那边有 你看一下退出再进入一次 尝试一下 32 讲评 第一轮 还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对大家要求不高 2分30的配速 实在困难 至少三分以内 新手跟上讲评就是我的频率32 9 有是吧 9 我看到我们和这几何说有 刚才我们导播也给我看了画面啊 你看一下你是否卡住了 好再重新退出 因为我们最近有更新新的版本啊 保持32 还在吗 现在的里程 差不多有1500米了 我们划了还是挺长时间的 9分钟左右了 这个结束 还有新的小伙伴进入 进入的正是好时期 我们马上进入到地面 来讲解一下地面的动作 六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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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钟连续 然后两遍 OK 第一个开合 第二个高抬 完了之后 我们有个四步提膝 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先练习一下 快速的 1 2 1 2 OK 完了之后我们有一个小碎步 把核心收紧 然后后踢 最后一个最难 拖笔 OK 六个动作 连续6分钟 每个动作30秒 两轮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喝水 赶紧去喝 现在要调整呼吸 赶紧去调整 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听我口令的引导 我会有道具时 尽可能地去坚持 不要让你的双脚停下来 你就是在一个持续燃脂的过程 OK 调整一下这里的呼吸 我们从开合开始 然后开合过渡到高抬 开合高抬 然后我会有动作的切换 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我的引导 或者是画面看着我 OK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能够看到我的画面 Let's go 开合 开合 30秒钟 双手头顶要擦 如果可以的话 前脚掌落地 不是前脚 前脚掌 把你也做心收住 这个音乐节奏并不慢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抬 在高抬腿的时候 把你的大腿抬高 4 3 2 Go 30秒 高抬 OK 抬高一点 OK 让你的双手可以摆动起来 也可以架在这个地方 让你的膝盖去触碰你的双手 15秒钟 1 2 1 2 包抬低的呼吸 接下来会进入到四步体系 准备好了吗 4 3 2 左脚Go 1 2 1 2 OK 包抬低的呼吸 加快自己的节奏 如果这个动作觉得困难的话 左右的跳跃 替换 保持住 15秒钟 非常好 我们已经度过了地面的30%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要给小碎步 还准备 4 3 2 Go 收住 小碎步 双脚 收紧 1 2 2 3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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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5 6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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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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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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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可的让你的双脚来触碰我的手 抬到大腿 与地面平行 保抄低的呼吸 感受到你脂肪能燃烧 15秒钟 再次抬高 1 2 1 2 Nice 接下来回接受到四步体系 准备 4 3 2 Let's go 1 2 1 2 1 2 维持住 OK 核心缩住 Nice 提高 往上 还有15秒钟 Let's go 1 2 1 2 呼吸 调折 OK 接下来30秒钟 4 3 2 1 Go 加快 核心收住 OK 双脚 撑住 Nice 高超自己的呼吸 Come on 还有15秒钟 加快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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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手摆动一下 上手摆动一下 你已经完成了80% 跟上跟上 感受到你身体燃烧 来准备 4 3 2 2 2 30秒钟 跳到你身体的呼吸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波比跳 30秒 跟上我的节奏 10次 3秒一次啊 其实并不快 1 2 1 2 OK 深呼吸 Nice 3 2 2 2 3 上脚 摆动一下 准备 4 3 2 2 开合 走 包持波比 30秒 2 OK 3 往下 4 荷心收住 上手 5 取高一点 15秒 6 5 7 9 三 八 come on 九 那's the one 十 ok 全呼吸 來 像華然基 來晚了 調節一下自己的呼吸啊 ok 來 綁好綁帶 補充一下水分 我要重新進入一下 因為我看不到大家的ID 補充一下水分 喝口水 喝口水 然後我們又進入到 第三輪的船上 三十二 三分鐘 然後二十八 好 三十二 兩分鐘 調節一下自己的呼吸啊 我們的布拉格 加油 OK 陳 哇 完了 我的IEF太四季了 OK 來 符號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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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準備 三十二 OK Let's go 三十二講評 兩分鐘的時間 我現在不管它了 來保持住自己的腳下 肩膀完全地下車 如果有新的小夥伴進入的話 現在是我們第三輪的船上 六分鐘的時間 現在維持三十二講評 我只要經過剛剛一分鐘 你們都緩過來了 所以這一輪 如果可以的話 把你的配色 再拉高一點 OK Let's go 兩分三十的配色 保持住自己的腳下 來 肩膀完全地下車 微調自己的呼吸 雙腿再用力一點 好 看一下你的配色 有沒有到兩分三十 保持好自己的腳下 非常地重要 雙手再放鬆一點 這是我們爆發期的 最後一節課的最後一輪划船 所以我希望能看到你們數據的變化 六分鐘至少要划一千米 如果是新手的話 跟上我們的講評 如果你已經參加恩慈恩慈 並且心肺已經感覺到提升 那今天晚上你的里程 可能會突破一千二一千三 甚至一千五 OK 不要停頓 暫時二維持住 現在可以把你的 配色稍微的降一點 但不要下到兩分四十 但如果你可以的話 一眼保持 兩分三十的配色 Nice 三十二的降評 不要亂掉 OK 去感受音樂 現在我需要你們 現在把配色 拉高一檔 兩分 二十 我們還有一分 二十秒左右的時間 拉到兩分二十的配色 OK 讓我看到你們里程的變化 我就知道你們配色是怎麼樣的 抱著自己的腳下 Nice 回朝自己的呼吸 OK 再一次 雙腰再用力一點 我們的乘風火浪 保持住 不要停坐 同樣的兩分三十的配色 同樣的兩分三十的配色 雙腿再用力一點 感覺到自己身體的燃燒 有沒有感覺到自己心力往上 Nice 最後一點點 時間跟上 來二十八 二十八講評啊 來大家 滑起來二十八啊 讓我進入一下 讓我進入一下 看一下大家 保持二十八 OK 二十八講評不要停蹲啊 每個人 讓我進入一下我的 我的頁面 四 四 二十八位持住 OK 非常好 調整好自己的呼吸 不要變化 二十八 好 好 OK 保持二 二十八 不要動 二十八解釋之後 我們還有三十二的兩輪啊 OK我現在跳進來了 保持 二十八 非常的好 好 好 OK 二十八 不管它 三十二 兩分鐘 三十二 這段結束之後 希望大家抱一下自己的里程啊 三十二 應該有很多很多人 能夠達到三千的里程啊 所以調整好自己的呼吸 Nice 來三十二不要停頓 Nice 跟上音樂 我剛剛看到還有新的小夥伴進入 我們現在是三十二的講評 最後的划船尺段 拉出你所有的力量 讓我看到你們現在的狀態 Nice 我們的莫比青年 雙腳再用力一點 維持住三十二 Come on 還剩下四十五秒 去感受整個音樂 把你的核心收住 如果可以的話 把你的配速 拉到兩分 十五 你可以嗎 兩分十五 Let's go 加油啊 待會兒我想調研一下 大家的配速啊 所以現在如果你可以的話 使出你的全力 把配速拉到 兩分十五 Let's go 兩分十五 你會聽到你滑船機的水聲 嘩嘩嘩 再一次維持 還下最後一點的時間 保持住自己的腳下 Nice 呼吸 有力 有力 三千啊 三千的里程 我看到已經很多人要突破三千了 來 我想調查一下 突破三千了可以給我加一個一嗎 里程突破三千了可以給我加一個一嗎 調整一下自己的呼吸 然後我們地面還是 剛剛六個動作 六分鐘 我看到三位 六位 OK 何力 小迅 大爺奇怪 六千 七月二 熊貓下山 OK 清雲一 游浴 船夫 亞馬遜 水手 陳 來 和諧幾何 李鑫 兢兢兢兢 蔡蔡 Alright 來找一個合適的位置 然後我們來到地面 還記得嗎 開河 高抬 自不提西 自不提西完了之後 核心收住 然後後 踢 然後 鍋比跳 來 照在一個合適的位置 看一下我 最後六分鐘啊 最後六分鐘啊 最後六分鐘 讓你的身體完全地燃起來 可以嗎 來 抱歉自己的呼吸 調整一下自己的狀態 拿出自己所有的狀態去感受音樂 會不會從開河開始 可以感覺到自己的燃燒非常地多 Go 30秒鐘 開河 OK 收手 頭頂腳長 抱歉自己的腳下 感受音樂 One two One two Nice 15秒鐘 收住 現在我們會進入到高抬陪 所以準備好 4 3 2 Go 上腿往上 抬高 有沒有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在衝出 好嘞 再高一點 Come on 還有15秒鐘 Let's go 1 2 1 2 往上 Nice 接下來我們會進入到四步體積 從左邊開始 4 3 2 Let's go 1 2 1 2 1 2 雙手 自然地擺動起來 我要這個動作需要一點點的協調 但沒關係 我相信你們可以完成 你可以慢下來 但不要停下來 15秒鐘 保住自己的呼吸 接下來我們會進入到小碎步 把你的核心收住 重心壓低 來 4 3 2 1 Go 收住 抬雙手 拍到音樂 OK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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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1 2 1 1 2 2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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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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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 2 5 5 6 5 6 7 9 8 讓我看到你們的聲音可以嗎 9 最後一次 10 來準備 4 3 開合 Go 第二個 雙手 開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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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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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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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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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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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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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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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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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9 9 1 10 OK 深呼吸 還好嗎 我相信你們還好啊 我相信你們還好啊 挑戰一下自己的呼吸啊 非常慢量的 開心 大家跟完這節課 這節課的強度其實真的還蠻大的 來 跟完這節課百分之 五十的 給我加一個六好嗎 百分之五十的給我加一個六嘛 哪怕你從頭滑到尾 七十五最到十 天啊 滿頭大汗 綿綿 我們待會兒會拉伸一下小腿啊 百分之九十九 好 OK 肥兔 YF 大野奇怪 BAT OK 80後的 來 拉伸一下我們的手臂啊 為什麼80後這張老男人 OK 就感覺突然間覺得我好像也老了 活著活著 靠意志力堅持 哇 好 新年波比 終於做到了十個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們的聽音音真的太棒了 來 手呼吸 三 二 最後一次 音音再來到我們的對策 不管你今天這節課結果怎麼樣 就是你能堅持到現在 真的要給自己鼓勵一下 讓每次自己參加課程 或是每次自己有一點點的進步 都要給自己鼓勵一下 這樣子你後面會進步得更多 剛好把切手的波比不好 好可愛 來 拉伸一下我們的手臂 三 二 最後一次 音音再拉伸一下 拉伸一下我們的臀部啊 OK 感覺今天的運動對 是強度太大嗎 如果覺得強度太大的話 可以給我加一個五啊 覺得強度太大可以給我加一個五 因為後面的課程的話 可能我們會偏傳上的更多一些 不管是新課還是其他課程 然後強度也會再減小一點點 來 三 沒有人加五嗎 那就沒有人覺得強度大是嗎 原來 原來 波比跟不上 OK 那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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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好啊 因為波比本來就是比較難 但是你能夠不停下來已經非常非常棒 勉強跟上滑 來 三 二 一 來到我們的對策 好幾年沒這麼跳過 還能跟得上 他真的很厲害了 他真的很厲害了 你休息 這是什麼 明後天保持實力 哇哦 我們的清淫欲太棒了 不能搜 我真的要給你鼓個掌啊 OK 目瞪口呆 來 三 二 一 接下來拉伸一下我們的大腿 你們就是在開始自爆年齡了嗎 來保持實力的話就是 可以先恢復一段時間 因為下一段是我們Rack老師的 最後的維持期啊 就是可能還是強度會 應該跟這個差不多會 會比這個虐低一點 所以你可以保持實力等下一個階段 還是感覺星期一的強度大 OK 那說明你的整個心肺和體能增加了 其實我們的課程強度是一節比一節大 只是在第一天的時候 突然間這樣跳一下感覺不適應 這幾年跳下來覺得適應了 就覺得強度還好是吧 40歲的老哥 加油 來 三 二 一 來到我們的對策 還有人要自爆一下年齡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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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 現在我們講一下就是營養方面的啊 營養方面的 Sorry 我又退出了 來 保持 那我就講一下營養方面的啊 就是我們從第一期的飽腹感 然後講到第二期的情緒性飲食 然後講到第三期的 就是做飲食日記 然後講到第四期的 什麼是一個好的飲食 今天我們來講一下外食 如果你減肥的話 外食該怎麼吃 OK 三 二 一直這樣拉剩下我們的小腿 小腿 講一下外食該怎麼吃啊 這個話題其實還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人的飲食 都是在外面吃飯或者是點外賣 所以如果你要減肥的話 外食怎麼吃 因為我們不可能每天都吃健康餐啊 其實 因為我就是那個不吃健康餐的人 來 三 二 一 就是不喜歡吃健康餐啊 然後就是大家可以有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方法 就我昨天已經講過了叫211的飲食法 或是圓盤法則 就用你的拳頭 兩拳頭的蔬菜 然後一拳頭的蛋白質 一拳頭的主食 每餐都是如此 然後水果不要超過兩個拳頭 飲料什麼的都可能盡可能的去避免掉 OK 這樣的話就是你能夠去外賣的話其實也可以吃 就包括外食的話其實也可以吃 那最簡單的如果說你吃中餐的話 中餐的話就是 比如說你要一拳頭的米飯 然後就是兩拳頭的兩拌菜 然後再也要一拳頭的肉 那肉的話就是你可以炒菜或者是其他 明天放肆一下出去喝一頓 哇太感動了 我終於看到大家的排名了 OK 如果你是西餐的話 比如說你吃牛排的話就吃一個手掌 然後再來一個小甜點 比如說來一個小冰淇淋啊或什麼的 就當你的主食 然後再拿一個蔬菜沙拉 然後沙拉醬就少一點就可以 就可以當做你的減脂餐啊 就比如說你去弄串的話 或吃燒烤的話 盡可能去烤一些海鮮類的 海鮮類的或是烤一些就是茄子啊這種 其實都挺好的 然後當然這個是硬齊的 當然還有就是比較普遍的火鍋 其實火鍋其實蠻好的 就只要不是四川那種紅油火鍋啊 就那種什麼清湯火鍋啊 或番茄火鍋啊或少油的那種 然後你去燙一些牛肉啊 就可以當做你的蛋白質 然後燙很多很多蔬菜可以當做蔬菜 而主食的話就是各種粉啊 或者是各種土豆啊 藕片都算 所以這是一些小方法 比如說你去吃快餐 比如說現在麥當勞 有一個500大卡的飲食啊 不知道大家就是那個地方 麥當勞有沒有發現 上海的麥當勞是有的 你可以選擇它500大卡的飲食 或者是你可以去配 就是比如說一個漢堡 然後就是 然後加一個蔬菜沙拉 其實也可以當做一個減脂餐啊 所以就是無處不在的減脂餐 就是不一定說是一定要去吃健康餐啊 所以給大家一些策略 如果大家現在有任何疑問的話 可以問我可以問我 OK 然後因為我最近也在減脂嘛 我怎麼感覺我老是在減 OK 因為我最近也在減脂嘛 但是我也是就是 我減脂的時候也是不吃健康餐 然後也是吃的比較隨意 但是我會有 我會按照這些方法 我去按照這些方法去吃 然後因為我是比較喜歡吃垃圾食品的人 然後我不喜歡吃正餐 所以就是我會盡可能去按照我的飲食習慣來 就比如說我今天吃了個披薩 然後喝了杯可樂這樣子 就是大家盡可能按照自己的口味來 不要太逼迫自己 因為怎麼講呢 就是你老是吃一些自己不喜歡吃的東西 你會更容易暴飲暴食 OK 晚上吃水果嗎 今天的課 晚上可以吃水果嗎 我剛剛講了 就是每天的水果量 不要超過一個拳頭兩個拳頭 其實相當於就是一個蘋果一個梨 或者是就是那個你的馬克杯 這麼大的一個馬克杯 就喝水的那個 比如說250或300毫升的馬克杯 然後一杯的水果 就大概就這個量吧 每天就這個量吧 但如果說你今天吃超了的話 你明天就不要再吃了 就如果你減脂的話 因為就是你必須要付出一些東西 才能得到一些嘛 膝蓋有問題 不能跑步不能跳止滑船可以瘦嗎 可以的可以的 就瘦這個問題啊 瘦這個問題 不是說你做多少運動 或者是吃了多少才能瘦 就是它是 你必須要有一個熱量缺口 就你每天必須要有一個熱量缺口 不管你的熱量缺口 是從你的運動 還是從你的飲食來 你只要有了這個熱量缺口 你就會瘦 OK 小夜期 一次的 怎麼跟我一樣 怎麼跟我一樣 OK 其實大家就是 飲食這個就是 這一期其實講的比較蠻有實用的 就比如說你去記錄一下 自己的飲食日誌 就是你記錄一個星期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用 因為你清楚地知道 你自己到底 什麼時候會吃東西 然後什麼情緒會影響你吃東西 然後你會吃些什麼東西 然後你該怎麼樣去控制它 就只有當你清楚地知道 你在幹嘛 幹什麼 然後你才能知道你去怎麼幹 OK 就是如果大家還有疑問的話 現在可以問我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最後一期在這邊結束 在結束之前我想做一個小小的調研 就是從一到三期完全跟下來的 有小夥伴完全從一到三期跟下來的嗎 如果有的話 請給我加一個九好不好 從一到三期完全跟下來的 給我加一個九 或者是從東途跟下來 如果有效果的話 可以給我加一個八嗎 如果有效果的話 可以給我加一個八嗎 OK 有四位小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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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有一位小夥伴 兩位 Nice 三位 九 五位小夥伴 跟了兩期 OK 六位小夥伴 七位非常非常好 我看到還是有很多人覺得有效果 就真的非常非常開心 就是因為做這期的 這個就是給大家去講解一下 就是有些營養 然後差了幾天也沒關係 然後去普及一些 就是如果大家覺得實用的話 那可以的話 就是去看一下 跟滿了一周 撿了兩斤 哇哦 就跟了這一周嗎 有沒有人跟了這一周 覺得心肺和 就是體重有 心肺有上來 然後體重有下去的 OK 我看到我們的清雲一 撿了兩斤 跟了OK 非常非常的棒 然後聽到大家說這些 就非常開心 差了四天也沒有關係 然後實際上就是 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的話 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是一些陸播 因為就是 心肺誘人可將也有進步 還是地面是吧 地面有 就是有些小夥伴 可能地面有用 然後有些小夥伴可能覺得 就是滑船一直很那個 肚子小了一點 Nice OK 就八點檔經常跟不了 OK 因為八點檔其實是一個 大家都比較好的一個檔 因為八點我們上課的人數是最多嘛 所以就安排到八點 OK 非常好 目前我至少看到有很多 心肺爬樓梯明顯了 哇 Nice OK 那我至少看到有很多小夥伴 有這個就是效果 所以非常開心 前面兩個 幹嘛 前面兩個 OK 我看到了 已經快要突破一萬了 脂肪變肌肉 就是剛開始如果你運動的話 就是你的肌肉會有一點點增長 然後脂肪也會有一些些減少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保持運動 如果大家現在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可以彈幕哦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 See bye bye 就是我們爆發期 然後下一期是我們Rock老師帶來的維持期 如果大家感覺有用的話 那下一期一定要記得參加 同樣的時間八點鐘 希望大家能夠在周末的時候好好休息 然後如果你在減脂的話 就像我剛剛說的就是 你一定要去把這幾期的內容 就是運用到你的減脂生活當中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用 因為怎麼講呢 就是我們一個人不可能永遠靠節食 不可能永遠靠吃一些減肥藥 或者是代餐這種去保持身材 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要保持身材 就是你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你要永遠的保持 我不是說保持身材是為了怎麼怎麼樣 就是說至少為了自己的健康 就是你要在一個健康的體質範圍內 那你怎麼樣去終身保持這個狀態 特別是對於一些先天喜歡吃 然後先天可能就是家族遺產就是比較肥胖 就像我 我們家就是 就是反正就是上了年紀就開始橫向發展 然後就是 然後我們家特別愛吃 然後我也特別愛吃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靠意識的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一定要靠 終身的一些行為的一些改變 而且這些改變 不是說我一時半會兒就可以的 就是你要對自己有耐性 一定要有很長很長的時間去改變 比如說你喝水這個問題 不是說我今天給你講了 你明天就可以做到 因為對於有些從來不喝水的人 他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 然後去養成這個習慣 然後特別是對於一些 可能不吃蔬菜的人 他可能需要從一口蔬菜變兩口 然後變三口 這樣子慢慢去適應去接受 去接受這個變化 所以大家就是希望能夠慢慢地 希望這期的內容和上兩期的內容 都對大家有一些些幫助 所以就是一定要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然後一點點地改變 然後每次自己進步的時候 一定要去鼓勵自己 哪怕我今天吃得不健康 也不代表我整個減肥就失敗了 減肥它是一個波難起伏的一個過程 OK 穿菜咋不長肉 怎麼你還想長肉嗎 穿菜真的是太油了 除非不回家 不回家就瘦是嗎 差了10米 我看我們前面已經到達上萬了 我們的奇怪 樹牆已經到達上萬了 吃麻婆豆腐 太想念了 我們今天就在這邊結束 希望大家保持鍛鍊 如果有問題的話 在群裡可以問我們 我們今天拜拜